今天下午我们又来到台南的海边 台南的椰子比我们那边的椰子好喝多了 咱每人都喝了一个 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第一次来到这里 在盐巴面前玩得不亦乐乎 似乎忘记了我们今天还要学习做豆花 不知道您来过这里没有 这里是日晒海盐的展览馆 我今天想买一瓶盐卤 以后我会教大家如何做豆片 今天我先配色给大家看的工作人员 教大家如何做 这是200克 200cc加上 2克 我们附在上面的小粮杯 上面有小克児 就2cc 2cc的盐 100瓶 加到克児2 哦哦就加这一点点了 因为你只有200 倒进去然后拖一拖 然后搅一搅 搅一搅就好了 我刚刚说盐乳里面有汤物 然后我们要做豆花 是因为豆浆里面有蛋来质 预热放到电锅蒸会凝点 然后我们把表面的泡泡撈掉 这样蒸出来的表面才会光滑 然后我们就放到电锅去蒸 所以看它用本作才是用锅子蒸 我这边大概是3000多的量 3000多毫升 这个一罐是1800 这边大概是3000多量 然后3000的话取例也是一样 就是100比1 3000的话就加30 这个用30 这边一次是10 我们就倒三倍 然后再去电锅里面 然后 要蒸多久 一升合身 一升的量的话 就是一杯米的部分 然后再多的话 就是用1000来加 假设2000就两杯水 外锅两杯水 然后就 穿下去的排泡 这个是刚刚才准备的 你那个是 这是刚刚放下去的 对 我是说那个容量是多少 这个也是大概3000 这个是大 3000 3000你用几杯水 3000也是100比 3000块多加300 3000加一杯水 因为有的时候会担心嘛 会担心自己的容积 不晓得多大 我们就拿个汤匙 然后下去 像这个刚放下去的 它会有黏豆浆 如果做好的 它是不会沾豆浆的 就像这样 不会沾豆浆 这样就是熟的 所以你如果 汤匙方便去 看到那有黏豆浆 就再放回去 让它做蒸 这样 如果吃不习惯 豆浆的可以 完全很鲜 一样会变很难 可以在额外加蜂蜜水 或小配料 嗯 然后平常我们 沿路还可以添加 在水或茶跟咖啡里面 就会变成碱性 就是熟酥的 变成什么了 变成碱性的水 哦 碱性的水 然后如果 不想拍 它还有可以直接漱口 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海水 然后我们可以 漱口被杀菌 然后不是有的时候 火气大方便会互动 它漱了之后会比较快 好 我们现在要喝到 一瓶跟价五百 然后上了一 这三罐是一千块 三罐一千嘛 三罐一千 这一千先放这 我给你三百 这三罐是一千块 我首先讲 这不是业配啊 出于感恩的心 走到哪里 我就介绍到哪里 不是像酸民香的那样 有业配才帮人家介绍 我山东人就是执着 奶奶叫的我要感恩 我生活在台湾很幸福 我就是要感恩的心 把美好分享给大家 我的本事就是公开 他们非常欢迎我的拍摄 这样吃盐会不会太咸了 你吃错盐才会太咸咯 来 好 一点点都咸了 这很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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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有没有差别 差太多 这才是天然 这就是我们刚才买的 对对对 这边有点了 来来来 看这里再行 你的介绍很好 我们买了 好 谢谢你 我们买了三瓶了 谢谢你 你会看到我 也会看到你 他才下海三天而已 你这么支持他 他没想到吗 应该的了 多鼓励年轻人 哦 原来这个女孩子 刚上班三天 我们这一群飞 来自己消费 哦 又买了点盐 一群飞的牙膏 这个牙膏很好用 博物小姐当场让我们 大家又买了好多 买完了出来看西洋 这里的西洋很有名哦 大家可以有空来看看 看